哈囉!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胖恩 今天來不專業開箱 我在日本買的OSMO Pocket 3 對那我除了買機器之全能套裝之外 我還買了記憶卡 跟這個保卡 兩年份的保卡 那我這樣買下來 大家就說在台灣只能買一台這個機器 如果不買記憶卡的話會省更多 因為日本的記憶卡非常貴 大家不要在日本買記憶卡 等於是我買了機器送保卡 又送了記憶卡 好後悔買記憶卡 因為我沒有帶記憶卡來 那今天錄影的手機是用我舊手機拍的 所以畫質有點不好 請大家見諒 那我這個也是不專業開箱 因為我只是要來開箱看開通 所以我把這個保卡輸入進去 那我的手機我等一下要來設定一下 看可不可以用 那我就來試試看 開箱好期待喔 這等於是我自己送給我自己的35歲生日 有沒有35歲生日禮物 這台機器的生產日期是 20246月 超新的就是本月份 他跟我一次6月的孩子 6月的孩子 6月的孩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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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首先裡面會有一個DJI的貼紙 這是雪蘋果吧 來,要來開箱了 天吶,好緊張喔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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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哇 那我正要研究一下 然後快速入文起來 叫我先下載他的APP 來,這是機器本體 大家也就是要把SIMH裝進去 來,我要撕這個膜囉 接下來是開機 哇 好,我來設定 反體中文 它就會顯示說兩台設備的號碼 如果確定就按連結 接受 它這邊就會有一些日本的規格書 因為我是在日本的,它上面寫這個 可以 下一個 激活 哈囉各位,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胖恩 我剛剛把保固擺好了 就可以用了 那我們來看全能套裝裡面 除了這個機器的話 還有什麼吧 它裡面的話 這個是羅文手把 就是可以讓你接那個 腳架的羅文手把 這個是續航馬手 就是裡面應該是有電池 它有兩個手把 一個是羅文手把 一個是續航手把 那續航手把 下面也是可以接那個羅文的 對,那 這一顆應該也是要充電 我在想 然後還有一條充電線 再來一個是那個 防風的那個毛毛球 防風毛毛球 在這個風上 它裡面還有一個腳架 還有一個麥克風 腳架麥克風 我還連連連看這個麥克風 哈囉哈囉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胖恩 旁邊還有附一個廣角鏡 它的廣角鏡會稍微變形一點點 它這邊有一個那個 就是放那個廣角鏡的位置 就把它放到它的殼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那 以上就是我 不專業的拍箱影片 哇 好開心喔 真的是生日禮物 好,今天影片到最後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哇 我明天就要用這支影片來騙看看 好,掰掰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胖恩 今天我阿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開啟小鈴鐺